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打完了 我得旁边蹲着喘去 这位床 看您那个体格啊 也不像个体育家 就是嘛 哎 跳舞 跳舞倒有意思 有意思不够 我不跳 怎么 我瞧人跳得挺欢声 挺有意思 我不跳 可以跳一跳啊 全身运动啊 怪热的天 一块跳舞容易长肺子 没听说过 那您是不爱好 我不喜欢跳舞 哎 滑冰 冬天滑好冰 怎么样 找别位 啊 我不去 您也不行 人家滑得好的 你看着滋溜滋溜它有意思 咱滑不好 穿上冰鞋一上去叭一屁股堆 半天起不来 好容易起来 刚一动换鞋又爬起来 你知道为什么呢 这个你在那耍火宝去 让旁边的 人家大伙都乐你 这为什么呢 那你不练呢 这久练才能久熟呢 是不成啊 你得练得多会儿 我这体格的不斤帅啊 游泳 游泳我大喜欢 怎么样 游泳有意思啊 来来来 游泳那玩 它是浑身都运动啊 是啊 是不是啊 强健身体 哎 你说自由式啊 你说挖式啊 先得练打水 对 是吧 这有意思 所以这我喜欢 这你行 我我我我我已经在家了 家练 您在家里头练 您家里头有池子 没池子 那哪练去 在床上练 练挖式 在床上练呢 哎 我那床单都泡了 这没水啊 哎 我这叫汉勇 您这叫胡出主意 哎 教会把姿势练的正确 给我将来游泳 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叫您这么练的 多会儿也打不下基础 所以说这些的娱乐嘛 您全都不爱好 哎 不是我最喜欢的 那可是有一样啊 那您那个业余的时间 怎么样的处理呢 打百分 百分 玩扑克 这玩意有意思啊 四季往那儿的迷作 你看着它那么文明 哎 这倒对 嗯 我静巧的您跟人打百分 哎 喜欢啊 你觉得百分迷 也不是百分迷啊 嗯 这因为我干的工作 跟打百分有密切关系 怎么 您搞的工作 跟打百分有密切关系 啊 嗯 您是到俱乐部工作的 不 会计 快 那跟打百分有什么关系啊 你玩扑克不得算分吗 啊 会计不得算账吗 反正都得用算术 哦 这么个关系啊 干年在我们机关里玩扑克 我专家 嗯 人称百分冠军 看 那管什么呀 只要是玩扑克 你说怎么来吧 怎么来啊 那不就是打百分吗 你嗨 那都臭街了 嗯 玩扑克不下几十种玩法 哦 告诉你 有桥牌 嗯 有街七 又叫街龙 嗯 有钓鱼 嗯 斗牌 拉车 吹牛 就是信不信有你 嗯 有买思门 叫名字 摸鼻子 哦 著作家 嗯 搞业务 捉王八 嗯 孤军奋斗 好事双成 嗯 四花八门 哎 行行行 您说这些的呀 我全不会 就是 我就会打百分 百分也跟多谁样啊 你说 四人的我人的六人的 活朋友死朋友 亮底的不亮底的 带甩的不带甩的 小二翻身小三当家 我全会来 您的能力还真不小 告诉你 在我们机关里打百分 大多数呢都是我徒弟 嗯 只要玩扑克 哪场也少不了我 腰里也冲牌 我是得谁跟谁来 嗯 你来不来 现在就带着 哦 我不来 我不来 你百分 你百分都用到这上来 你别看它是一种游戏啊 嗯 也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天才智慧和他的创造能力 哈哈 一个打百分还有什么天才创造 哎 我们打百分可有新发明啊 有什么新发明啊 我们有水果百分 有眼镜百分 还有 您等等 什么叫水果百分啊 四肩打 谁都惦记打 谁都惦记做主 是 守了牌不好他也要 嗯 静止着底下这六张 这叫靠天吃饭量币求财 嘿嘿 还有维心论 他要打垮了怎么办呢 嗯 让他买点水果请客 哦 这就叫水果百分 哎 那要是让他买烟卷请客呢 就叫烟卷百分 那倒可以啊 他反正灵活运用 对 哎 什么叫眼镜百分啊 嗯 他要没钱买水果怎么办呢 嗯 就给他脸上画个眼镜 啊 给他留个记号 您说这不是一种游戏吗 嗯 我们机关里愣不让来 嗯 那是不让来 在办公室里头一个人画个眼镜啊 你让人瞧这什么样子啊 不让来没关系 嗯 下班回家来去 那你跟谁来啊 嗨 找人有的是 嗯 抬手找抬手 下班一块走 愣可不吃饭 一来就半休 哈哈 一来就半休 你第二身起的来嘛 有时候也起晚点 嗯 那天我一睁眼就七点三刻了 八点钟上班啊 还差一刻钟啊 你们家离机关多远呢 无理多地啊 好嘛 爬起来我骑上车就跑啊 嗯 到了办公室一瞧 哼 正好八点钟 好嘛 差点迟到 可跑了我一身汗啊 那你怨谁啊 休息了一会儿我这才啊 开始办公 先洗脸去 人家都上班了 你洗脸去 不洗不行啊 怎么 我这画这个眼镜呢 你这叫什么事 洗完脸回来 我把账本算盘单据都摆好了 这才办公 我就睡了 睡了 那工作怎么办呢 好在那点事呗 清车熟路 睡醒了一会儿我就弄完了 走嘛 下班回家一瞧啊 嘿嘿嘿 那都有三位等着我呢 哼 这么早就来了 我说不行啊 我说我还没吃饭呢 是啊 好没吃饭呢 先个拉桌子 吃饭 打分 连饭都不吃了 一边打一边吃 这叫不耽误工作 这叫什么工作啊 这叫玩啊 玩 这叫玩命 你一瞧一瞧的来 那受得了吗 我没来一瞧 三点多钟就散了 那还足够瞧的啊 也不怨我啊 打着打着出了好战分子了 什么好战分子 这又是什么花样啊 不是花样 有一位太爱打了 你要多少他都打 你要85他要90 你要90他要100 老得他打 和仨人哄着他一个人玩 那好是他手的牌好啊 好少没有称心抬高物价 那么你怎么觉得他手的牌不好啊 当然了 我手了四门牌一二两张 俩王俩二 四十五分一份 OK要我打就剃了 他愣要90 你这记性还真好啊 好嘞 让你打 甭打90 算你85 那是干嘛呀 赌一盒大中华 啊 抠底加二斤橘子 这是赌博了 那他也来啊 后来我们改了 一千分赌一顿烤鸭子 好嘛 越来越大啊 结果他输了 嗯 这半宿没白熬 吃他一顿烤鸭子 你一熬就半宿 这玩意儿电视上起来嘛 八点就上班 那天我一睁眼就八点半了 怎么样 误了吧 是啊我赶紧一翻身呢 爬起来了 我又睡了 啊 还来个回笼件 喝这个香啊 还香呢 你不懂 晚去十分钟 他也算你迟到 仨钟头也算你迟到 你不睡白不睡 这叫什么思想 我九点多才起来 对嘛 那不睡白不睡嘛 起来束口洗脸 吃完点心溜溜答答到机关 才十一点 嗯 那么人家问你怎么这段晚上才来 你说什么 我 我就说我 我病了 我下午还得请假 你这不是说谎吗 我不是诚心说谎 我真有事啊 有什么事啊 昨天晚上不赢一顿烤鸭子吗 我得先定座去 不然吃这顿烤鸭子 就咱们一天工作呀 就一天 第二天我老早就上班了 到了办公室 科长就问我 嗯 前天交你那张支票 你送走了没有 我说 我说我 嗯 怎么回事 坏了 前天科长交过一张三千八百块钱支票 让我蹬到账上存在银行去 我我我给忘了 忘送银行去了 忘科哪儿了 啊 丢了 我赶紧把东西全掏出来找了 万天没有 可怕我给急坏了 你对工作太不认真了 我赶紧开抽的 大抽的 小抽的 桌上桌下全找了 没有啊 谁让你已经垫的打百份来了 最后把桌挪开了 哎 总算找出了一张 支票 大王 那有什么用啊 哎有用啊 没他就洗不清我的冤枉啊 什么冤枉啊 前天中午我们在办公室里打百份 打着打着短一张王 他们愣说我藏起来了 你说这不冤枉好人吗 谁问你这个呢 不是找支票吗 是啊 支票最后也找出了 在哪找出的 自制楼里 哦 当烂纸吧 他扔了 他这 他这玩意 也不怨我 怎么 他不是中午要下班的时候吗 啊 科长交我这支票 嗯 我抽的全锁上了 嗯 我就顺便把它搁兜里去了 那么怎么会跑到自制楼子里去了 是啊你听着啊 吃完午饭回来 嗯 在办公室里不是打百份吗 是啊 在计分啊 嗯 我就把它掏出来了 那是支票你会看不出来吗 它不叠着呢嘛 背面是白的啊 我拿它当便条了 就使它计分了 啊 就写写写 打着打铃一响上班了 一揉扔自制楼里头 你就多这么事啊 啊 就得回找着了 找着也不行了 怎么 背后写的乱七八糟人 银行不收了 那怎么办呢 我跟科长说 我说我承认错误 您再跟那个 开支票的原单位联论一下 让他们给换一张的了 往后您住点义吧 哎 这也是偶然的事情 下午把支票换回来了 我装了一个信封 让通信员送走了 对 功夫不大 科长又来了 嗯 拿着我刚刚送走的那信封 后边跟着通信员 我往桌上一看 我就明白了 嗯 我没等科长说话 我就站起来 我说科长同志 这一次我可承认极大错误 我做深刻检讨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我一看支票 还在桌上搁着呢 哦 空信封忘了装东西了 不是肉 我把那张大王装里了 是肉 对 谢谢大家